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能天父也没有说 为什么要做那么多东西 我都没有见你做这些东西 这就比你加火 所以我想在服侍的中间 在很多的忙碌里面 我们常常都有一种心就是跟我们天父一起 今天我试试用一个形象去说 请紧握父手 用这样的形象去说 我们特别跟天父怎样握手 可以紧密一点 我和大家分享一样东西 刚才Charles说 上面有一张照片 跟他们玩历棋游戏 刚才问大家 谁玩历棋游戏 也有很多人举手 我问大家一样东西 如果你说要两个人 手要握住 要握得很实的 很难脱脱的 你觉得怎样握是最好的呢? 怎样握是最实的呢? OK 是吧? 就是这样 看到一个是这样的 当然你知道 如果是这样 这样握手 其实你手一一有汗 握就会脱脱的 就是这种 好像平常握手那样 另一种是更紧一点的 就是这样握着前臂 但是后来我参加了一个历棋游戏 发觉有一种握法很厉害的 那历棋游戏是这样玩的 叫做high wall 不知道有没有玩过 高墙 下面有二十多三十人 一幅墙大概 我想到头去顶不高 就是二楼不高 什么都没有 只是一幅墙 当然那些人有穿着一些绑带的衣服 为了平安和安全的缘故 但是什么工具都没有 没有帽子 没有梯 什么都没有 那我就做了一种工作 将这二十多三十人 每一个人都透过我们的合作 将这些人全部爬上去那幅墙 后面 就是墙后面有个天井 爬过去 你想想怎么上去呢? 大概有三个人的高度 其实玩法就是这样 大家最大胜的 最新手最好的人 就举起它 举两层 甚至举三层 让它可以爬上去 两三个人上去之后 那两三个人就帮手 秤下面的人 一个一个这样秤上去 就是这样玩 下面的人就举手 保护住 人家跌的时候 就可以撑住 他们就教我们 那个教练教我们 如何才能够 在那边扔人上去的时候 是扔得最安全 如何扔手 如何扔手 原来他说 如何扔手 当然不是这样握手 其实这样扔手 也不是很安全的 其实这样扔才是最好的 好像这样扔着 你这样扔着的话 其实你不要看小指的手指 小指的力 其实是很厉害的 这样扔着的话 你试一下 扔开它 其实是难过你这样握的 我记得有一幕 我上去 下面还有很多人 其中我们教会有一个牧师 很重的 二百多磅 举起她 下面也很辛苦 举起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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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墙 这一幕是令到我们很兴奋 你的手可以这样握住 意思是 你怎样重 都不会伤 你可想和天父的手握住 你可想和天父的手握住 这是一个象征的说法 举起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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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强调耶稣的人性 就是耶稣作为一个人 一个完全的人 他在地上如何过他这一生呢? 譬如一看就是强调耶稣的神性 就是一些不同的说法 因为我们都是人 如果我们说 我们很想跟天父建立紧密的关系 那我就想想 耶稣是我们的榜样 是我们的典法 耶稣的一生 他如何跟天父建立关系呢? 我觉得值得我们小小的去知晓 如果耶稣是神的儿子 独生的儿子 他跟天父建立关系的模式 方法和过程 如果我们能够很仔细的去看 那里给我们有一个好的体会 就是我们如何跟天父建立关系 透过耶稣的榜样 我选择路加 因为路加是最人性的 我们都是人 是吧? 如果说约翰 那就死了 他是神的儿子 他做到我做不到 但路加的分享 是值得我们去看 因为他似乎在强调 耶稣作为人的儿子 他仍然跟天父建立关系 我们如何看到耶稣作为我们的榜样呢? 所以我们将整个路加方里面抽出所有耶稣和天父的对话 发觉很有趣 刚刚有五段的对话 就是耶稣和天父如何谈谈 那我就尝试用五只手指去讲一下 耶稣和天父的建立关系 耶稣如何握住天父的手 以至帮我们如何跟天父握住他的手 是这样的 大家可以明白 所以大概有五个方面 好了 我们先看看第一个好吗? 第一个就是来自路加方第二章四十九节 二章四十九节 而经文是很简单的 大家一起读一次好吗? 请 这一节经文当然是一个上下文 这一节经文就是说耶稣十二岁那一年 他爸爸妈妈带他去耶稣撒冷圣殿那里过节 过完节之后 爸爸妈妈不知为何那么大猛走 怎料留下耶稣在耶稣在圣殿的地方 三天之后 他发觉儿子不见了 那怎样呢? 在那些同行人中间 找文都不见 以为在他那里 以为在这个亲戚那里 以为在那个人那里 发觉不在那里 那怎样呢? 于是乎死了 是不是留下在耶稣撒冷呢? 于是乎三天之后 匆匆忙忙的就回到圣殿 耶稣撒冷他们当日去过节的地方 结果就看到耶稣在圣殿的里面 做什么? 跟那些教师 跟那些当时的宗教领袖 聊天 有对话有聊天 去到的时候 圣经就说 妈妈约失 然后耶稣就这样答 她妈妈 这是路教里面第一次耶稣说话 一说话 哇! 有没有想过? 耶稣说什么? 跟他妈妈说? 跟玛尼亚说? 她说什么? 干什么? 干什么找我? 干什么你找我? 干什么你不知道我应当以我负的事为念呢? 如果你看圣经 这第二句有另外一个翻译的 她还是护着你 她是另一个翻译的 她就说 以我负的事为念 她有时会译为 在我负的家中 即是这两个的译法都可以的 如果你说的愚文的意思 我个人就觉得 其实第二种译法好些 你不知道我应该以 在我负的家中吗? 即是圣殿那样 你不知道我应该在这里的吗? 因为她在问她 你去了哪儿? 儿子你去了哪儿? 搞到我们父母很伤心找你 耶稣说 你不知道我应该在我负的家中吗? OK? 即是这样回答的 就是自然一点的 不论如何都好 这两种说法其实没有排斥的 在我负的家中 在圣殿的里面 以及以我负的事为念 其实是两样东西 可以是比此相连的 我会用这个片段 去形容一样东西 耶稣在他十二岁 这么小的时候 除了这些小朋友之外 我们全部都大过耶稣 大过当年的耶稣 在他这么小的时候 他已经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他以天父的事为念 他要知道 他要在他天父的家 即是圣殿的里面 他要在那里 所以在那里 他跟很多的文士 回去唱 很多的讨论 很多的辩论 我称这种做什么呢? 就是要拿着天父的尾十小子 即是在我们人生很小 或者在我们信主的年日很短的时间里面 我们仍然可以以天父的事为念 或者我们要常常在天父的家里面 他用喜不知这个字 其实是很有趣的 他好像暗示 他爸爸妈妈 药室马利亚 应该知道的 喜不知 即是说十二岁的耶稣 他在生活里面 已经知道他自己将来会如何 他亦都会期望他父母明白 他会如何 他可以在他很年幼的时候 很小的时候 他已经常常挂着天父的事情 我很记得我信主的时候 信主的时候 我已经很大了 二十多岁的时候 信主的时候 那时候我在读大学 信主的时候 我觉得我很感恩 在我信主这么早 特别是第一年 但是第一年 信主第一年很重要 就是生命的培育很重要 那一年里面 那时候我在住宿舍 我有个同学 他其中一个大人是信主 其中一个 他不是住宿舍 但他家里 如果他回学校 其实要一个小时 当年交通没有那么方便 一个小时的时间 由他家里回到学校的地方 他每天早上 在那几个月里面 约了我 我来探你 找你 在上堂之前 和你做栽培 结果 我很方便 我在六宿舍楼下 下面那个 池塘仔 那个草地 他见到他 但他要早 我一个小时以上 由老远的地方 由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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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要栽培我这个初信的生命 我觉得 如果不是他那一年 那一段日子 这样做 我相信 以我那些时间 其实很容易 会冒不回教会 很容易 跟神的关系 会有很多疏离 因为在学校里面有很多冲击 无论我们年纪多小也好 其实我们都可以 比如我们做父母 做父母 其实我们都知道 小孩在他很小的时候 我们都可以陪伴他 跟天父建立很好的关系 大家知不知道 小孩多少岁 可以抉择耶稣? 我太太在做幼儿教育 五六岁 他可以清楚自己抉择 小孩很容易培养他那种爱神的心 敏锐天父的声音 天梯开了一个课程 叫《抹后以利亚》的课程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我们教会 有些父母被选择了 他的小孩去参加这个课程 其实我们教会 都跟天梯有密切关系 我们本身也有很多儿童的培训 不过父母回来说 最初有一个父母 有一个妈妈给他很大的印象 很深刻的印象 他说 当他的导师跟他说 不如这样 叫你儿子去参加那个 以利亚的课程 其实是学祈祷的 他就说 不要了 我儿子去他 我怕他搞祸你 搞祸你当摊 因为我儿子坐也坐不定 你叫他坐两分钟 他要起床到处走 到处走 你怎样可以坐在这儿 静静乖乖在这儿听你说话 他说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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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导师坚持说 不要紧的 我们搞定他的 你放心 于是便派着他上 末后伊利亚课程 星期日下午 他说回来一次 去了两次之后 他回来就跟我们说 他说 哇 真的 很厉害 他说原来他这么小 他也是七八岁左右 他就说 他回来之后 有一个很大的转变 第一 他会挑战他妈妈 就说 妈妈 为何你不祈祷 这样 就是 特别有一次经验 就是他们家 他住在村屋 天台 有时会用来做一些活动 那次是烧烤 约了一些同朋友 上去的天台做烧烤 约了日子 谁知道那一阵 都下眉眉雨 每天都这样下着 他跟儿子说 下雨那怎么办 遲些烧烤 是烧不了的 他儿子说 不要 吃东西好 下雨那怎么办 祈祷 他妈妈说 你不祈祷吗 你不信 他妈妈就不好意思说 不好意思译他 他说这么熟练的东西 好 好 祈祷 去到那一天 去到那一天 他约了黄昏时间烧烤 去到那一天 还是一直在下雨 他跟儿子说 今天在下雨 那怎么办 一会儿六点多 那些人就来了 他说不要紧 祈祷 天父一定会听的 很祈祷 他妈妈的心意打定输 已经安排了 坐着那些帐篷 在上面 有什么事情 就开帐篷 就转到打烤烤 是这样的 去到那一天 六点钟 但我仍然在下雨 他儿子说 不行 我爹要祈祷 我的孩子说 如果不行 就要在哪里 不行 我不要在哪里 我要烧 结果在六点三 开始 停雨 到6.9,仍然停雨 咦,那不就燒了,那些人来了 那晚,整晚都没有下雨 哇,真的 这些我们听,好像我们以前小时候,小孩子上学的时候 祈祷千万不要下雨去旅行 那些是这样的事 但我觉得对他妈妈来说,他很大很深刻的印象 原来这么小的小朋友,他的信心,他的依靠 是可以这么深刻的,以至他的父母也有很大的激励 我想说的就是,原来我们可以握住天父的小子的意思 就是说,无论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可以培训,我们可以养育我们的下一代 很小时候,他们已经可以很认识神,体会神,经验神 而且,如果我们迅处的年日不长 那些日子都是我们要建立神的一个很重要,很关键的时间 好了,握住天父的小子 第二个,我想看大家看第二段经文,就是三章二十一节 这个第二段,耶稣和天父的一番对话 我们读解好吗? 二十一节,二十二节,请 好,这是耶稣受洗的场景,也是他和天父的对话的一段经文 虽然他没有说天父说,但你明白的,因为天上打开了,当他兽洗上来的时候 天上又有圣灵降临,然后天上有声音说,你是我的爱子,我请愿你 大家明白这句话是来自天父的 好了,我称刚才那一节小子,我觉得这个叫帽子 这一段对话是显示的关系 帽子通常是怎么用呢?大家知道吗?在五个手指里面 帽子的用途是最广泛的 你差不多所有你用手指的,用你的手的动作 差不多都离不开帽子的 譬如说,我拿一本书,一本《情经》 你这样拿,当然是这样的 你不会敢我的 很小的,不会很奇怪的 除非你有受害伤 你拿一本书,你不会这样夹的 当然很自然就这样拿,一定会用到帽子的 反而你其他那些,就未必,哪一本就没有保定 可以这样,可以这样,甚至这样都可以的 所以帽子的特色就是所有手指功能 一运作的时候,通常它都是一个天父的 通常它不是很灵活 但它往往是离不开它的 它当然跟其他手指一起合作 去做这个手指的工作 OK 好了,那我就说,为什么我没有自己形容这一段的对话呢? 因为这个是最基础的 最基础的 天父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 大家留意,它的对话是你和我 好似旁若无人 耶稣受洗的时候,很多人看着 一上来的时候,天上有才这样说 它不是说,大家看着 它是我的爱子,听它说的 不是这样说的 对它说,你是我的爱子,我是悦你 你和我之间的对话 你说耶稣知不知道天父爱他? 我相信祂知道 他十二岁在圣殿,他已经知道那些东西了 我发现现在成三十岁 他知道,我相信他一定知道天父爱他 但是天父仍然跟他说 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 对吧? 所以如果我们这些女孩做夫妇的 你记住 他知道我爱他了 我不用说话了 那你就太错了,太错了 要说的 要懂得说的 无论是紧密关系 夫妻关系 父子关系 母子关系 母女关系 全部都需要一种表达 肯定 这种的爱 这种的肯定 是很基础性的 耶稣能够一生走完他这条路 这一幕 相信是他人生里面很重要的一幕 特别这一幕有一个特性 就是发生在何时呢? 就是他出来侍奉之前发生的 这段经文说到这个之后 接着就说耶稣去受试探 试探之后 开始工作了 出来传道 医病 赶跪 所以在耶稣有任何工作之先 他任何服侍之先 甚至在他受魔鬼试探之先 他都不知道输还是赢 当时还没发生 之前 他已经和天父有一个很好的 相互的信任就是 他知道天父爱他 而且这种爱是特别的喜悦 喜悦 我喜悦你 我喜欢你 即是那种 那种的体会 我觉得这是一种无条件的爱 在我们基督徒人生里面 有时候我反省 在服侍人生里面 在教会里面 无论我们人制的相处 事奉里面 碰到的困难 难题 往往都跟这一点有关 即是 有时候 为什么 为什么事奉里面 我刚才说做了很多事 事奉里面 我们会容易受到挫折 容易会不开心 容易会放下 很多时候都不是因为那件事很难做 很多时候都不是 很多时候反而是 在过程里面 种种的不安全感觉 产生了 可能我和人之间合作 有些问题 做的事情 表现又不太好 自己里面又觉得 他都不好了 我做都不觉得他做好些 或者 我做得多好 看到他做得更好 我就觉得不是很安全 即是往往都是这些 这样的心境 叫我们的里面不安全安稳 跟人比较 竞争 自卑 或者骄傲 我们自保 等等 其实这些东西 我觉得这些东西 最根源就是在这里 就是因为我们和天父之间 没有一个很安全的关系 就是我知道 无论我如何都好 无论我表现如何都好 天父都爱我的 所以什么叫做 拿着天父的母子呢 意思就是说 相信父神是无条件的爱我们 好像我们做父母那样 我们对我的儿子也是这样的 当然我们当然是希望他 听话一些 做好一些 希望是这样的 但是我们的爱 不是建基于角度的 如果是 如果是就很惨 所以 无论你几尺几尺 父神一样爱你 无论你读书或是聪明 天父一样爱你 即使你在罪恶里面 你碰到试探 你跌倒了 父神仍然爱你 而且 就算你再漂亮一点 你都不能够赚取 天父对你的爱多一点 你丑样一点 都不会减低天父对你的爱 所以 我们不需要去韩国那么多 对不对 我们又不需要花太多 適当地又可以 不需要花太多的金钱时间 在那些叫我们 弄得自己漂亮一点的事情上面 如果是为了想赚取天父的爱的话 我们不需要的 刚才我看到那个 Soul博士 很出名的一位讲员 他们两个子女 九岁十二岁 入大学 我真的很羡慕 我儿子 唉 真的不要提了 但无论你的儿子 是多知忧 或者是他多禁 有问题也好 其实 我们知道 原来天父的爱 都是在我们的中间 握着天父的母子 就是这种肯定 这种确实 唯有这种安全感 那里面 我们才可以发挥 主给我们的恩赐 给我们的强项 和能够和人建立一种 成熟的合作的关系 握着天父的母子 好了 第三段经文 开始耶稣事奉了 第十章 的二一节和二二节 一起读一次 补이에 过来 却 erf説 他的经文 我看见 药幸 赐责这些因令人朝明同达,就算贵得, 但却是显埋就简奏, 估了指得, 请求是离的, 也不意地自己赴福以赴福以赴福以赴福? 因从对我当成赴福的, 替祈祂们也读着, 替祂们也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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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替祂能够将的会考最轻轻弱, 而逢的中期里面发生了这段对话 就是耶稣与Tiff祈祷 他说Tiff说我感谢你 你发觉这里是比较少有点的 就是耶稣的情绪、情感是欢乐的 你看到他这样形容 通常你想到耶稣 他都承担使命感很强 特别现在受苦节 看到耶稣是很沉重的样子 但是这个形容耶稣是很欢乐的 很开心、很快乐 耶稣说什么? 他说天父、天地的主我多谢你 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大人藏起来 向婴孩辨出来 父啊,没错啊,你的美意本就是如此 他说什么呢? 他想说什么呢? 我借用这段对话来说 我们要拿着天父的食指 这一只 OK 食指通常是做什么? 你想想在这五只手指那一只 通常食指呢 食指通常是 食指通常是做东西多的 通常你做东西 通常你用这只手指是最多的 你拿筆、你写东西、画东西 这一只是很常用的 以前我有个朋友 他打字 他没有学过打字 他不懂的 他很厉害的 叫一指神功 两个字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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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 OK 这个呢 他打字很快 只是用一只手指 所以这只拿着父神的食指 我的演绎是什么意思呢? 这里说耶稣很欢乐 因为他看到这些事 这些事是向那些隐藏那些 向那些聪明 觉得自己很厉害的人隐藏 向英雅就献出来 那这些事是什么事呢? 看回在下文 发觉 原来前面是说耶稣猜献七十个门徒出去 传道赶鬼医病 OK 回来回报 哇 很厉害啊 耶稣真的很厉害 我靠着你的名字 那些鬼都怕了我们 都走了 真的很厉害 耶稣就说 没错了 我们应该欢乐 不过注意 你们注意什么呢? 就是 除了因为这个欢乐之外 撒旦好像闪电被堕下地下之外 其实你们要因你们的名 记录在天上而快乐 这是在讲这个上文的 所以我觉得这些事 是在讲的 在我们依奉神的里面 福事神的里面 我们看到天父做事 看到吗? 眼见的 看到天父在做事 我说 他居然想着他不会相信 他会相信 我想着为他祈祷 然后我就走 怎料他真的好快 我打算为他做一件小事 但他全家改变了 看到这些神的手 不断地做事 他就很快乐 又或者 看到 想到 原来我这个生命记录 在生命冊里面 我得救 这件事令到我觉得很欣慰 很快乐 这件事是发生在耶稣侍奉的中间 中途 我想我们很多人都侍奉 我告诉大家 很努力 是吧? 我记得 真的很努力 我觉得 刚才听到报告那些 我觉得 哇 百多人的教育 我看上去 这么多事做的 老到有 都有份做 还有一个英文堂 都眼见不到 都还在做 大家真的好做得事 我觉得 在这个服侍侍奉的过程里 其中要跨过的是什么呢? 有时候会觉得沮丧 累 不知道你会不会有这种感觉 有做 会不会的 会不会的 不会说出一些心情 蛤? 很辛苦的暑假 难得 休息一休息 又叫我去 CCMN那些 那些卓友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和我代代相连 20天 真是怎么办 我觉得 有时候我们会有这种的心情 或者我们在做这些事 很辛苦 帮一个人 不许他都不肯改变 最多什么呢 或是禽极土 最多他走了 真是很沮丧 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碰到这种 事奉的中间 有时候会发觉这些心情 没有什么果效 我祈祷 为何神也不听 但是耶稣告诉我们 拿着天父的食指 意思就是说 看到神做事 没错 神做事的意思就是说 不一定说我们求什么 祂就做什么 不是这个意思的 可能这个人病了 我们希望他痊愈 他痊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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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了 是不是天父不做事 有时候 可能有些人的离开 即神没有听我们某些祈祷 可能都是在说天父在做另外一些我们眼见不到的事 我想很多人都有这些经验 即是说 有时候你觉得我想某些事是这样发生 我很努力做 很努力去做 很努力去做 最后不是这样发生的 是不是天父不在呢 是不是神不同在呢 可能不是 可能是我的想法 和资本的想法未必完全一致 在那一刻 但是我们要有这个意识 眼睛看到 啊 原来是这样 我记得很深刻的有一个印象 就是有一个 有一个 怎样说 有一个很出名的香港 一个港元叫温伟耀 不知大家听过没有 温伟耀 有些人教会日子内听过 他很聪明的 读书很聪明 两个博士后卫 在中大教书 但是他有一个女儿 一个女儿是弱智的 二十六岁那年过生 其实他很痛苦 这个女儿 就是他很痛苦 就是因为 他怎么说 他很想帮她 当然是 做父母一定 但是 那个女儿没有改变 改变不了 这个问题 结果在他很年轻的时候 就离开了 离开了他 在他女儿的安息礼拜 那天 他就分享了一篇文章 就是说 这个女儿带给她什么反省 这篇文章 其实在上网上 这篇文章太出名了 很多人认的 就是说 因为这个女儿的缘故 他发觉人生很不同 他发觉他人生的路 是因为这个女儿的缘故 有很多改变 很多深刻的体会 很多事情 他发觉如果没有了他 根本上他是学不到的 他说 有些事情 根本上是你的读书 是永远教不了你的 是因为你遭遇这些事 你才看到 原来生命里面有些学习 是一个天真 这个 没有基心 很容易满足的一个女孩 带给她的学习和体会 所以你有机会上网上 看下这篇的导言 对于自己的女儿离开 我觉得是很鼓励我们的 当然 我们都知道 如果我们看到 神听我们的祈祷 这个人送给她 她又信 她祈祷 她的病好 她的问题解决 当然很开心 我们要祈祷一件事 我们要知道 我们要看到神的手工作 看到神的食指 即捉住他的食指 看到神的手工作 看到他的作为 无论 那个作为 没有跟随我 或者不跟随我的意思 看到这件事 这样就快乐了 怎才可以 耶稣说 祂说 向那些聪明通达人 就藏起来 向婴孩 就显出来 他的意思 就是我们学做婴孩 学做婴孩 学做婴孩 学做小孩子 就是说依靠 那种依靠 和相信天父的心 另外有一个 和这段经文 直接关联的 就是耶稣之前说 除了那些人改变 撒旦被掠下之外 就是我要知道 我的生命被记在生命策上面 这件事容易开心 所以我想 不知道大家会否默想 真的好了 原来我可以上天堂 有一天我可以回到天父的身边 我有这个永生的礼物 不知道大家想起 这件事是否开心 有人会这样的 他在家里突然一声地笑出来 真的好了 原来天父那么爱我 我可以有这个永生的礼物 真的很特别 我们可以这样就好了 因为不理我们做的事 有多大功效也好 但天父对我们预备的一份是最好的 最好的 有一个人叫John Newton 他可能这个名字大家未必很熟 但有一首歌 大家应该一定读的 叫《奇异恩典》 他写的 一个英国的作家 因为他一生很老到 他之前是犯很大的罪 后来他选住之后 就很大感动 写这首歌《奇异恩典》 有一次他写了 他说 几番的说话令我感动 他说 将来我上天堂的时候 我都知道我上天堂了 将来我上天堂的时候 我会有三样的惊喜 惊喜 第一样是什么呢 就是我会发觉 我会看到有些人 我没有想着他在那里 咦 他居然在那里 哇 真的很开心 有些人 我想着他在那里 怎料他不在那里 有些人的拯救 是这么宝贵的 我很盼望我们每个人 在我们人生里面 我常常都体会 我能够被拯救 这件事是一件何等宝贵的事 远多于我们服事里面有没有过效 好了 第三个食指 第四个去到二十二章 二十二章 四十一至四十四节 四十二一 四十二都可以的 好 我们一起来读 好吗 你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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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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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句 大家先看这一节 你知不知道他在那里 在 在 赫西晚夜圆 耶稣的祈祷 里面出现的 又去称呼神做父 第四段 这段是说什么呢 就是说耶稣在赫西玛利园里面 他 他面对 他知道他快要被捉了 他知道犹大卖他 出卖他 他快要被捉了 他自己就很狠切的祈祷 圣经讲 老家讲 耶稣站在这里 其实也很重要 汗好像如雨 那些血一样滴过来 就是他很用力 很用力的一旗 他就跟天父说 他说 你有愿意就把这杯子撤去 这杯子 这个杯子 其实在教育里面 杯子 通常是说神的惩罪 神的审判 我真的不太想 我真的不太想 要令这个杯子 慕名子 就是这些 为什么我会这样形容 这个片段 慕名子 在五只手指中间 是最无用的 如果你真的说用途 不知道你同不同意 为什么呢 因为 说真的 他是最不灵活的 就是 他用最不灵活的 我玩乐器 不是弹琴 我是吹管 就是吹嘴子 我知道 在吹嘴子里面 通常认识这些是很灵活的 这些也是很灵活的 这些是很灵活的 这些是麻烦一点的 因为他这些筋膜 跟其他手似的很接近 他也用其他手似的 很困难的 大家以为 这些才不灵活 不是的 你看看 那些人弹琴就知道了 弹琴弹那些 chord 八道那些 怎么弹的 八道那些 这些 加上这些 砰砰砰砰 是这样的 是吧 那些很有力的 就是这一只加上这一只 这一只 其实是很有力的 如果你懂得用的话 但这一只 就好像 就是 整天都好像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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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筋肉是没有那么灵活的 没有那么大用途的 无名指 但是这些无名指 有一件事很特别的 就是 当你结婚的时候 就是 是吧 就是用这一只 看上去 最无用的那只 就是专利戴那只 就是 那代表什么意思 爱 是吧 那种的爱 那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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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密 那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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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种 那种 很愿意一起 很愿意一起 有一个 有一个动作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的 那种的 那种 中指 先弄一遍 其他 无指 对无指 极子对极子 无名指 对无名指 极子对极子 好 好了 保持这个动作 可不可以分开一只无指 可以 可以 分开极子 可以 可分开极子 可以 可不可以分开极子 可以分开极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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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开极子 有人就在玩这种世界 就是 解释起一样东西 分开极子 分开极 硬要分开极子 对极子是会难很多 我只会而言 或者吃 engagements 我想这也有一个很象征的意思 这只手指代表一种很难分离 有人说这只手指代表一种意思 代表父母跟你的关系 即是当你年纪大 父母都可以跟你分开 这只就是你的兄弟、姊妹 小时候很亲密 大家各自有家庭是可以分开的 什么意思呢?你的子女,当她长大后 她长大远走高飞,她有她的家庭 她都会从你分开的 但这只就代表你结婚的时候 你把戒指带给谁个人 那她就一生都分不开 那些人在婚礼里面就会这样玩这些东西 我就说什么是持着天父的无名字 在爱的里面那种的信服 那种因为爱的缘故放在自己 这就是含义 耶稣是很伤痛、很难过、很伤心、很辛苦 特别是路加森强调耶稣的人性 也就是耶稣所谓的人 其实他要听天父话是很困难 特别是面对死亡的路 所以他仍然要说几句话 但不要成就我的意思、成就你的意思 这就是最感动的地方 就是他仍然持着天父的无名字 在耶稣的十字架上 他说过一句话 他说那句话 马太好音就说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各大理 这句话其实是阿难文 意思是说 我的神啊、我的神啊 为什么离弃我 马太好音就有解释 在十字架那一刻 天父也要离开他 在那一段短的时刻 是圣父、圣子分离那一刻 是耶稣最不想面对的 耶稣最怕的、最痛的 不是钉的痛 而是那种和天父分离的痛楚 所以这段经文告诉我们 我们要拿着天父的无名字 意思是说 在任何境况的里面 任何境况的里面 我们仍然可以顺服天父的旨意 这个是反映着我们和神 天父之间那种爱的关系 耶稣以一个人的身份 祂告诉我们 展示给我们看 祂很痛苦面对这条路 但是他仍然选择信服 所以如果我们作为神的儿女们 我们可以拿着天父的无名字 就是在那一刻的里面 虽然觉得很难 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说 没错 没错是很难 我是很不想的 但是天父我愿意信服 以及跟从你的意思 正正在这一点上 魔鬼是最不喜欢的 最不喜欢的 所以魔鬼有两只手 不知道大家知道吗 魔鬼有一个左右手 魔鬼有一个左右手 魔鬼有一个左手 就是说 没有可能 魔鬼有一个右手就是说 没有办法 当你想到没有可能 或者没有办法的时候 可能要小心 是魔鬼在动你的心 动他的手 在动你的手 现在想回头 最难的一幕 就是当年陈福召我 不要教书做传道人 对我来说 这是其中一个最难的 那个 可以等到很多年了 很多年了 当年我太太跟我跟我一起 很多年里面 都是经过这些阶段 九年的时间 听到天父叫我 你要去传道 他对我说 我愿意了 经过了这么长的时间 大神都等我们 都等我们 结果 所以我想 当耶稣这段的经历 鼓励我们 告诉我们 我们可以学习 信服 天父 在耶稣的挣扎过程里面 有天使显现的 天使加了力量 神会加添的力量 问题就是我们不要不祈祷 在挣扎的时候 不要不祈祷 要继续去祷告 否则 就像当天 耶稣的门徒 那样 耶稣说 你为什么不跟我一起祈祷 跟我警惩这片事 否则 你就会受到迷惑 我想学习 从小做起 信服天父 一下子就很容易 从小事做起 他们觉得这件事很小的事 天父他们做 你不是很想做 天父为了爱的缘故 好 我做 从小小事做起 可能是奉献 可能是反聚会没有迟到 可能是对配偶好些 可能是对子女好些 可能是对子女好些 今天没有发脾气 这些是这样的 这些叫做伸小道 一天伸一个小道 就比你伸一次大道 伸一次就不能做 不能伸的了 就是那些 不要做那些先 除非你有特别召唤 这个祝福你 如果不是的话 伸小道就好 就是我们每天都要学习的 每天学习做一件事 听天父的说话 从小做起 就可以学习 拿着天父的无名字 最后 还有哪些 中子 最后的经文 23章46节 请读 原来耶稣在他人生最后的那句说话 都是跟天父说的 他说父啊 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 然后说完之后 就断气了 这句说话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 我说他是拿着天父的中子 意思是因为中子在五个是最长一只 最长一只 最长一只 人生的里面 最后 最能够捉住的 不是这只 不是这只 是中间那只 因为他是最长的 其实我用这个意思 捉住天父的中子 去到生命的最终 仍然归回父的手里面 这句说话是耶稣十字架上面最后一句说话 特别的地方大家留意 耶稣是被交在人的手里 圣经是这样说的 耶稣是被交在人的手里 意思是说耶稣是被交在彼拉多面前受審 但对耶稣来说 他的意思就是 他不是被交在人的手里 他要把自己交在父的手里 所以我想 即是说 去到人生的终结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能够知道 最终我们的生命是回归天父的话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祝福 这个是一个归回 能够紧握父手 一直到最后一刻 人生 离开这个世界也好 勇气面对 这也是一种的回归 一种回归 我们做牧师 常常会探人 特别那些病的人 有很多幕很感动 就是 当一个人到最后一刻 在最后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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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着他断气 我们的智慧 他仍然是祈祷 他可能捉住自己的手 或是捉住家人的手 是祈祷的 但是看着他慢慢断气 我发觉 如果一个人在那里 他仍然坚持 坚守信仰 然后 回去天父那里 我觉得这一幕 是一幕 很令人感动的一幕 可能这个病令他很辛苦 或者离开家人令他很难过 但是他仍然抓住 天父 我要回到你那里 我要回到你那里 我要交在你的手里 我不知道 我们不记得 很多人都很年轻 很症状 你有没有想过 当你人生到最后一刻 你仍然可以坚持 这一件事 我的生命 是最后 交在 天父的手中 一直到最后 一直到最后 不管最后是怎么发生 这个是对我们生命的一种持续性的考验 在二十世纪初年 好像一九一几年 我不记得哪个年份 发生了一个海难 有一艘船叫做爱尔兰女王号 上面有一个很漂亮很大的船出海 结果发生海难 很多人都死了 中间有一班人 是救世军的 在船上的 按照记录说 有130个救世军 在船上的原本 结果一条男人落海 落海的时候 结果最后救得回 在这130人中间 有109个死了 剩下21个 当然还有其他船员 还有其他乘客 不过只是说这班人 发觉在这1809个死了的人里面 发觉他们很特别 他们全部都没有穿救生衣 这班人 后来从那些生还的人的口中 听回一个故事 然后就说这100多人 当他们遇到海难的时候 他们原本有救生衣穿着 原本有的 不过 他们见到有些人没有 不知为什么不够 有些人没有 没有穿救生衣 在海浪中间 其实很危险 那怎样呢 有些人看着 这100多个 救世军的 成员 把救生衣脱出来 扔给那些没有救生衣的人 给他们 然后就说 他们说 说什么 因为我有耶稣 我知道我去哪里 你没有耶稣 所以怎么样 救生衣要给你 我觉得这一幕是很触动人的一幕 就是知道原来我去哪里 然后那里发生了一种很大的力量 他们可以做出一些行动 是叫世人经验的 你和我最终都要回到天父那里 对吗 你和我最终 无论我们从小时开始 到最后 我们都要回到天父那里 一生要握住天父的手 可能对你来说 你觉得现在要握住的是食指 可能你握住的是母子 可能是无名子 不知道你是哪一只 但我们每个人都要握住天父的手 一路去到我们人生的终结 这样我们人生里面的 所有的事逢的路 才不会偏执 偏歪 好吗 让我们最后 最后我给大家看一张 一幅画 这个 很简单 在网上搜导 好 我这次不做什么枯照 不过我想大家看这幅画 你想想 这幅画 和刚才整个信息 给你什么体会 然后我邀请你 你看一幅画 然后你想想半分钟 然后你自己和天父的祈祷 好吗 OK 如果有些 我不知道有没有音乐 可以在这个背景里面 我们就可以 或者是吉他一点 不过 谢谢 那我先做什么 对 我看来 有些人 是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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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 有些人 有些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天父我为你等于师妹祈祷 他们每个人都有向你祈祷的 天父你很想握住我的手 但可能我们未必很愿意的 所以天父我愿我们这里每位大兄姊妹 他都能够紧握住你 无论是母子食子 中子 母明子 或者是小子 天父我愿意都紧握住我们 我们一生都不离开你 主啊 赞美你 因为你透过耶稣的一生 给我们演绎了 什么叫握住天父的手 所以主赞美你 如我们在你面前的祈祷 感谢观看